爱花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在上一支影片呢 我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些 我自己在用色情里画画的时候 喜欢用的纸张 那在这一支影片呢 就要来跟大家介绍 我自己爱用的素描本 那今天会介绍的有三个牌子 那我会把这些 购买的连结呢 放到影片下面的这个说明里面 所以如果你对某个牌子 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首先要介绍的这个牌子呢 是一个美国的品牌 叫做Steelman & Bern 那这个牌子呢 当我第一次用到的时候 其实我是有 惊为天人的这个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在同等级的 素描本里面呢 算是品质非常好的 不光是它纸张的质感 还有它整个装定的方式 也都是非常精致的 那它用的纸呢 是Archival Quality的纸 虽然不是Acid Free的无酸纸 但是呢也是PH7的中性纸 所以它的纸张呢 在放久了之后 比较不容易变黄变色 那关于无酸纸跟中性纸 有什么差异呢 我在之前这个如何选购纸张的影片当中呢 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看 那当我用了Steelman & Bern 这个素描本之后呢 我现在几乎就是 全部都是用他们家的本子 因为呢 它的选择非常的多 那它一共有分为7个系列 它的那个系列的名称 就是按照希腊的字母的顺序去排的 所以是Alpha Beta Gamma Delta Epsilon跟Zeta 然后最后一个是Nova系列 那这7个系列是按照 适用的每一材跟用途的不同去分类的 那以纸张的厚度来分呢 有分为两种 一个是150克 然后一个是270克的厚度 150克其实也算是蛮厚的纸了 那像是这个Epsilon跟那个Alpha 就是150克的纸 然后Zeta系列就是270克的纸 所以是比较厚的 那150克的纸呢 它是适合用干性霉材 像是铅笔 色铅笔 麦克笔 墨水 钢笔 沾水笔之类的 然后也很适合如果不是用很多水的那种 清水彩 其实它的纸张的厚度是都是可以承受的 我这边有一些是用水彩画的 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就是用了清水彩 就是其实没有上了很多层水 然后它其实也不会说纸张会变性 或是凹凸不平这样子 那像是那个Zeta系列呢 因为它的纸质很厚 那那270克的纸张就更厚了 所以干湿两用都可以 所以像是水性霉材 或是像麦克笔 或是墨水等等 它都不会透到下一页去 所以这一点我还蛮喜欢的 那它以它的表面的光滑度来分 它有分为三种 一个是Medium Grand 就是算是平滑 但是有一点点细细的纹路 然后一个是Smooth 就是比较光滑的 然后还有就是Copress 就是粗纹的 那那个Copress就是适合化水彩 那以它的装定方式来分呢 就是它有这种 Wirebound 就是这种圈圈的 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硬壳的金装 还有这种软封面的软皮的现装的 那不管是哪一种装定方式呢 它都可以就是你打开的时候 是都可以摊平的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不会有那种 就是本子中间会这样凸起来 然后不好画的那种状况发生 那以纸张的颜色来说呢 它有分为五种 一个就是白色 然后一个是象牙白 然后还有Nova系列的话 还有三个颜色 就是黑色灰色跟米黄色 那他们家的这个 素描本的尺寸 选择非常非常的多 像是这种 3.5x5.5这种小本本 或是这种8.5x11 就是letter size的这种本子 这种大大小都有 然后还有这种是8x10的 还有一般的这种 A5的5.5x8.5的 然后还有这种方形的都有 所以它的选择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个人目前最喜欢的尺寸 是这种8x10 然后是这种软皮的 因为它跟金装硬壳的比起来呢 它带出去比较没有那么重 所以他们家的素描本呢 是目前我最情有独钟的一个牌子 好那下一个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品质非常好 然后也蛮适合色牵笔的 是stressmore 500系列的 mixmedia art journal 那如果你有看我的上一支影片 就是介绍我自己爱用的一些色牵笔画质 里面就有讲到stressmore的纸张 它是用数字来分它等级的高低 所以500系列算是它最好的等级的画质 那这一本素描本呢 它用的纸张就是它500系列的画质 然后是100%纯棉的 那它里面的那个纸张的那种表面的质感呢 是平滑但是有一点点指纹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画的一些图 就是就是有用到水性霉材跟干性霉材 就像水彩跟色牵笔搭配着使用 那因为它纸质非常厚 是190克的厚度 所以呢它就是混合没拆 无论是干性水性呢都还蛮适合的 那像这本我就是专门拿来画胖漆 然后呢stressmore也是made in usa 就是跟stilman burn一样都是美国制的纸张 那最后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素描本呢 是德国制的灯塔笔记本 那灯塔这个品牌呢 就是如果你有在写子弹笔记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说 它是子弹笔记的官方使用的笔记本 但是这个系列它是素描本 所以它的纸张呢会比笔记本要来的厚 它是180克 然后它的纸张非常的白 就是一个纯白的纸 那它的纸张的表面是属于非常光滑的 就是看不出什么纹路来的 所以呢 它会适合像是那种墨水笔啊 麦克笔或是带针笔 那铅笔色铅笔也都很适合 只是说它色铅笔画出来的那种质感是比较平滑 比较光滑的 那所以它的这个光滑度其实是有点类似 stilman burn的Zeta系列 然后这个灯塔的素描本是使用的是无酸值 所以这一款素描本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它的素描本一共有三种尺寸 A6 A5跟A4的大小 不过呢因为这个德国制的笔记本呢 我在美国买的话相对来说就贵很多 虽然它很好用 但是后来我发现stilman burn之后 所以我就还是选择了用stilman burn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这个灯塔的素描本 因为我觉得它其实也是非常好画的 那因为很多素描本它都有附这种 叫什么松紧带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它就会很松 就完全没有作用了 基本上我就是没有很喜欢有这种松紧带的本质 不过这是个人偏好啦 并不是影响我选择素描本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了 只是我就是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那以上这三个牌子呢 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素描本的牌子 我在以前呢 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MolarScan 它们的笔记本跟素描本 可是我发现它的纸有一种很奇怪的 那种好像上了一层涂料的表面 所以其实色铅笔的原料不太能吃进去 那它比较适合的可能就是像带针笔啊 钢笔这一类的 所以后来我除了那种周济式的手杖之外呢 我就不太用MolarScan的素描本了 那以上就是几种我自己比较喜欢的素描本的品牌 那如果你有再用素描本的习惯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你用的本质是哪些牌子的 那最后就祝大家画画愉快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啰 拜拜